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你很喜歡一部電視劇 但因為不同的原因它爛了尾 最後你屈屈不寬了好久 我試過,我真的試過 今集特別推介中我將會跟大家介紹一部 可以讓大家扭轉自己遺憾的作品 那不如一齊看看今次的特別推介權力的遊戲 林東章字M 可不可以幫到你解決你看完第八季的陰影 我自己其實不多看愛國劇集 但因為好多好多年前有朋友介紹 他就說這部劇好神的 可以扭轉你對好多不同故事的感受和觀點 那我便落了坑 說真的,好多不同季的時候 我一直看都覺得越來越興奮 季之間我又會約會不同的朋友重看 外出還會揹他們的towback 現在電話背景仍然是狼街的Winter is Coming 對呀,現在 那講回遊戲吧 其實今次的遊戲作品和之前推出過的不同作品都有點相似 不知你之前有沒有留意過另一款類似的網頁遊戲 都是以GOT 作主題 網頁版的遊戲不是不好 但它喜歡帶著問題 就是要逼我坐在家 又或者在辦公室才有得玩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在等遊戲推出手機版 這遊戲就是一隻手機版的SLG遊戲 遊戲入面大家就會扮演一個少少的領主 一步步跟你的朋友、家族成為整個大陸的話事人 首先你在城中會隨著升到不同的level 解鎖不同的建築 就好像之前玩過的不同的戰略遊戲 裡面就會有不同的科技、不同的能力可以讓你解鎖到 讓玩家強化自己的兵力、開發時間等等元素 建築中你亦可以用不同的人物放進去 去幫助你的開發 令到你的城市便會變得更發財 當建築物Unlock 的時候 它還會好像劇集開放在地上轉上來 如果你本身很喜歡那套劇集的話 我想你跟我一樣 它一邊表演的動畫你都會覺得很感動 其次如果你有看劇集 你都知道故事裡面最重要是什麼? 人嘛! 還有死很多很多人嘛! 遊戲裡面除了劇集的角色之外 還有很多原著小說才有提到的角色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只是追劇的 可能你也要上一上Wiki去找人物關係角色表才知道誰打誰 你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升級不同的建築、內政、科技等等 在你的城鎮裡面 你亦都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建立一些資源生產的建築 還要定時定後收割 所以遊戲方面你都需要非常非常勤力 剛才我不是說建築方面需要不同的角色嗎? 其實去到角色的畫面其實都是一些老土東西 你可以升到不同的角色 透過打不同的戰役去拿到不同的裝備碎片 然後就可以升級到不同的裝備等等 你作為一個領主 你有看劇集你都知道 領主有份狀行的嘛!又大又小的嘛! 你完成了不同的任務之後 玩家就可以解鎖到不同的頭銜 一定的頭銜之後 你可以解釋到角色的等級上限 不同的建築等等 某程度上 我覺得大家可以當他是一個教學模式 玩家一邊玩一邊升下去 要升級都是不外乎升上主堡、角色等等 升到上去 你的城當然可以發展得更好 在於亂世 沒有兵力就即是講甚麼都沒用 這遊戲講到尾 你都要控兵打仗 遊戲本身就是一個戰略遊戲 玩家就要在城市中招兵、買馬 由步兵、騎兵、弓兵等等 再去到不同的戶城Item都可以給你建造 遊戲裏面不同的角色對招兵方面又會有加成 好了 去到你編排自己的軍隊的時候 每個角色可以帶的兵馬數量都是由你自己自由決定 這類遊戲大家最清楚的是甚麼? 就是兵種一定有雙刻 所以出兵之前 你最好只是了解清楚對方或者攻打的地方是甚麼兵種 兵馬方面要怎樣安排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學問 當然這個遊戲另外一個我覺得頗有趣的地方 你就可以透過集結 同一時間很多玩家一起攻打同一個地方 又或者同一個NPC 當然事先要先加入公會 遊戲裏面的公會就叫做家族 同一個家族除了平時可以一起在遊戲裏做不同的挑戰之外 今次的遊戲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傳統的起承戰略遊戲 所以建築開發方面的需時都頗長 而家族系統裏面就可以讓大家互相幫忙 加速度過這個漫長的時光 裏面還會有不同的補償 當你完成了每日幫助其他玩家的任務之後就有機會拿到 遊戲另外一個賣點就是1比1的超巨型地圖 你亦都可以和你的家族朋友搬到附近 令到大家做起任何東西上來都更加有照應 未來在攻打不同的主堡的時候 亦都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兵力可以集結到 《權力的遊戲》林東章字M 就是一款大型的戰略遊戲 玩家可以自身亂世成為這個世界的其中一員 發展自己的成真 讓你試一試自己換會好像劇集中的角色一樣 因爲一個小小的錯誤而步上不歸路 我自己本身就是這套劇集的舞蹈粉絲 有這個IP就什麼都加50分 之前的Beta我都連續玩了差不多3天 所以對於我來說 這遊戲我覺得是非常有吸引力 《權力的遊戲》林東章字M 即將登陸兩大手機平台 港澳台、韓國、日本、東南亞的玩家 分別會代表四大家族出戰 我不管那麼多了 總之我還要幫狼家打天下 Bye